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晚安 我是主播翔宇 讓我們一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全台灣各地都有出現一些陽光 不過東半部來講雲亮還是比較多 北半部稍微有一些雲亮 尤其是在山區 不過平地都有一些陽光露臉 大致上北部多雲濕青 而西半部整體而言 都是晴蝕多雲的穩定天氣形態 這樣子的穩定天氣明天就要開始轉變了 在週日我們的東北風有所增強 增強的東北風帶來了一些零星的降雨 降雨的情況可能會在新竹以北 以及花蓮的位置出現 不過這一波降雨並沒有太多 環境水氣偏少的關係 只有陰風面有一些鎮雨 而且持續時間也比較短 在週二的白天之後風向又漸轉偏東風 天氣又會回復成比較穩定的樣態了 後續來說其實下週都會是穩定的 這種偏東北風漸轉偏東風的天氣 因此就在隱風面稍微有些鎮雨的情形 南方或許各位有看到了 這種熱帶擾動發展的跡象 但是這個還只是位在模型當中 至於實際會不會生成影響會有多大 其實對於台灣而言 目前都還在觀望的狀態 建議大家下週可以持續的再繼續關注天氣了 以台灣而言在這週末 我們今天是偏東風的風向 但是明天天氣轉變轉變為偏東北風的風向 東北風增強了之後 北部新竹以北以及花蓮以北 其實都還是有一些鎮雨的狀態出現 不過中部以南其實天氣形態都還是偏穩定 只有日夜溫差稍微有些擴大了 夜間的低溫降低 請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了 來看到降雨區域的模擬 剛提到週日東北風增強影響到週一的時間 北部東半部都出現了一些單點累積雨量比較多的狀況 不過中南部影響倒是不太大 不太會有降雨的情況發生 後續到週二白天之後 風向又轉為偏東風 這個時候西半部陽光又會重新露臉了 尤其是在北部會更加感受明顯一點 中南部其實一直都是陽光露臉的狀態 感受上是比較穩定的 來看到的是氣溫分布 在氣溫分布上 週日週一這一波北部感受比較明顯 降溫明顯下去之後 到週二的清晨 還是感受偏涼 請大家要留意了 在週二白天之後 氣溫就慢慢的回暖 週三週四感受上會比較偏暖一些 但是夜間的低溫都還是只有15 16度左右 請大家特別要留意到 早出晚歸的時候 感受都是偏涼的 這一波東北風的增強 其實感受上降溫會比降雨要來的明顯一點了 在中部來講的話 夜間低溫也是一樣下降了 但是白天的高溫影響不太明顯 只有在週日週一的時候 雲量稍微增加 白天的高溫有一點點的下降 但是感受上影響是偏小的 到了南部來講的話 日夜溫差稍微有些擴大 但是整體而言都是晴時多雲 稍微穩定一點的天氣狀態了 來看到今晚的天氣預報 評估在這種偏東風的環境之下 西半部都是位在被封測 受到中央山脈的阻擋 污染物累積 有機會中南部出現橘色燈號等級 空氣品質比較不好 請大家今天晚上還是盡量減少戶外的劇烈活動了 到了明天來說 東北風逐漸的增強 北部東半部開始出現一些陣雨 越晚越多請大家要留意了 但是中南部的天氣還是不太受到影響 一樣空氣品質比較不好一些了 最後來做幾點重點整理 東北風增強的關係天氣即將要轉變了 北部東半部雲量增多 夜間竹苗以北開始有一些陣雨的出現 尤其到了這個傍晚夜間的時候 會漸漸變得明顯 週一的時候氣溫仍然是偏低 但是週二的白天之後 各地就漸漸的回溫了 以上是金字的天氣預報